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的第五集 前四集的内容从导入导出到整个后期的流程 以及对如何进行调色和提升立体感做了系统化的讲解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自己去实践了呢 后期的思维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提升的 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聊光影的后期再造秘籍 也就是局部曝光调整的后期方法 其实这种方法呀,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 早在胶片时代呢,就已经被摄影大师们玩了起来 它呢就是Dutch and Burn 这种局部曝光调整的方法呢,对我的后期帮助很大 希望它也可以帮助您重新的去认识摄影后期曝光的调整思路 在这里呢,要感谢Tourbox的赞助 Tourbox呢是一个软件控制器 为我们在后期的时候提供一个更舒适 更快捷的操控方法 在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试着去想象它可以成为什么样子 而不仅仅的局限在照片本身 相机呢,只是帮助我们完成了光线和瞬间的捕捉与记录 而我们可以利用light tone将照片中的光影呢 进行打破重新调整 在不违背真实场景的前提下呢 让一张照片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觉效果 这种局部调整的方法呢 不仅能够改变照片中的曝光和颜色 甚至啊,还能够对层次感产生进一步的改变 让照片当中的主体呢,变得更为突出 在light tone右侧直方图下面最右边这三个图标呢 就是今天咱们主要使用的工具 渐变滤镜,镜像滤镜和调整画笔 渐变滤镜的作用呢 是创造有过度的曝光调整 可以是生硬的过度 也可以是柔和的过度 软过度的调整呢 让照片中的光线看起来要更自然 是我平时最常用的后期工具 那什么时候使用渐变滤镜呢 相信大家都拍过日落吧 当太阳逐渐降低到地平线后 天空的曝光呢,还很亮 但是地面的建筑阴影 这些背光的位置呢 就会变得很暗了 像这张照片似的 所以经常拍出来的照片呢 上半部分很亮 而地面呢就很暗 看起来很不协调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渐变滤镜来调整 在照片中曝光有差别的位置 拉一个渐变滤镜 通常呢是地平线的位置 过度呢要稍微的软一些 也就是这三条线的距离啊 要大一点 在参数的设置里呢 可以按照上一集 对比度和立体感的调整方法 来设置参数 它的原理呢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张照片里呢 主要的目的是降低天空的曝光 所以啊稍微的降低一下曝光度 然后呢降低高光 提高白色色节 调整之后啊 不仅会让天空的曝光降低 还会让建筑阴影变得更暗了 这里边呢可以添加一个明亮度范围蒙版 在范围这里边呢 左侧是暗部 右侧呢是亮部 点击显示明亮度蒙版 就可以看到调整的过程当中 蒙版的变化 可以看到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全都影响了 既影响了见着 也影响了天空 拖动范围左侧 这些红色的位置呢 就会逐渐的变暗 说明暗部已经排除在外了 同样呢可以增加阴影 来调高所有的阴影位置 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我们可以搭配阴影和明亮度蒙版 来调整建筑与天空之间的过渡 对比一下原片呢 可以看到高光的位置 也就是天空被压暗 而建筑呢被提亮了 晴天日光的照片呢 同样也需要渐边滤镜的调整 例如这张下午拍摄的照片 阳光呢很足又加上是顺光 所以建筑的亮度呢有一些高 导致整体的立体感不强 添加渐边滤镜 按照增加立体感的老方法 调整后呢 整张照片要比之前更有质感了 无论是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的构图方法 甚至是左右分割 以及对角线曝光不平衡的画面 只要是大面积的需要调整曝光的时候呢 都可以使用渐边滤镜来解决 由于镜像滤镜的覆盖面积呢 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 在调整高光的时候要更方便 在城市建筑以及街景的案例当中呢 更为常用 例如这张照片 左侧的树和右侧的建筑呢 刚好形成了一个框架 照片中间的建筑和天空呢 被阳光直射 使用镜像滤镜刚好达到完美的覆盖这个区域 在镜像滤镜当中呢 比渐边滤镜啊 要多一个选项 叫做雨化 这个参数呢 指的是滤镜周围的过渡 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都需要使用比较大的雨化 让光线过渡呢 要更自然 勾选左下角的显示选定的 蒙版叠加 就可以看到现在镜像滤镜所影响的范围了 降低雨化呢 会让滤镜的边缘过度非常的生硬 所以呢 经常我们要加大雨化的树值 营造比较自然柔和的光线 在这样的特殊案例当中呢 使用镜像滤镜可以选择比较生硬的边缘 让它呢 只影响表盘的位置 所以大家在调整的时候 要根据所要调整的位置来选择雨化的半径 这个呢 是一个很影响调整结果的选项 最右侧的这个笔刷图标啊 是调整画笔 是非常重要的细节修补工具 特别是城市照片这种细节特别多的题材 例如这张照片当中啊 酒店建筑外观的立体感呢 稍微有点差 见面滤镜和镜像滤镜的覆盖范围 又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发挥很好的作用 那就刚好用到了调整画笔 打开调整画笔之后呢 先选择画笔的大小以及雨化的半径 画笔的面积越小 得到的修正结果呢 越精细 但是呢 也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涂抹 先调整整个屋顶的深色位置 我呢 想要降低这个位置的曝光 所以呢 我先选择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画笔 雨化半径呢 也小一点 在开始涂抹之前呢 先降低曝光度 其他的参数啊 一会儿再调 使用画笔呢 将整个的屋顶选出来 点击左下角这个显示选定的蒙版叠加呢 就可以看到自己刚刚涂抹过的位置了 可以把曝光度啊 降低的多一点 这样在涂抹的过程当中啊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选对了位置 因为之后呢 还可以回调曝光度来进行微调 所以在这里呢 把曝光度过分的降低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选好之后呢 就可以回调 把曝光度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选择完屋顶之后呢 再新建一个调整画笔 选择添加曝光度 把建筑白色的部分呢 全都选上 也就是所有我想要提高曝光度 与屋顶拉开对比的区域 然后再回到参数里边去调整曝光值 添加白色色阶 降低黑色色阶 让窗户的这个窗户宽 能够变得更明显 增加一点点的纹理 通过这样的分区调整 屋顶以及楼体的曝光 就可以实现将建筑细节 重塑曝光的效果了 我呢习惯每调整一个区域 就创建一个新的画笔 来分别管理不同位置的曝光 对比原片呢 就可以看到现在建筑 拥有更立体的效果了 以上这三个工具的区别啊 可以理解为覆盖面积的不一样 界面滤镜的面积呢 最大 镜像滤镜适合圆形的范围 调整画笔呢 适应能力最强 它的覆盖面积啊 也是最小的可以自由的选择 想要调整的位置以及形状 是精修细节的最好选择 组合搭配这三个工具呢 就可以实现特别的光影效果了 特别是在调整黑白照片当中 利用局部曝光的明暗对比 来提亮主体压暗阴影 获得更具有戏剧性的视觉效果 在这三个工具当中呢 能够调整的参数啊 其实是非常多的 例如白平衡 基础曝光 纹理和清晰度 甚至是色相 饱和度 以及锐化 去边等等 这些强大的辅助功能 所以当照片当中 任何一个局部 需要进行调整的时候啊 您果断的选择 这三个工具当中的任何一个 来调整 或者呢 是搭配使用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 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 Watch ID 练习曝光的最好方法呢 是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注意观察光线的特点 然后在后期的时候 再去做分析 多思考 少动手 一段时间之后啊 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您会发现 自己的摄影水平 突然间就提高了 到时候别忘了 来和我分享 您拍的照片 感谢Tourbox 提供完美舒适的 后期操作解决方案 欢迎关注和留言给我 咱们下期见